那我也就在 在这个就是刚开 说的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点吧 我觉得这个有个很好的办法 可能是我有时候也会用 我也经常跟大家用的 就是你讲你自己的project的时候 你先用一分钟来讲 就其他的 你找一个完全不懂你们行业的人 给他讲一分钟你的项目 其他都别讲 如果你讲了一分钟 这个人听不懂你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 那你就重新是讲一分钟 一分钟把这个项目讲清楚 然后你看你可以什么信息放在里面 那一分钟你能把这个项目讲清楚了 你再把它变造五分钟 五分钟你可以加什么detail 那可能像刚才KK说的 这些detail你可以讲 你建模怎么建的 feature怎么build的 你这五分钟你再给人家讲清楚 讲清楚了你再变成十分钟 那你可能就再加一些什么twist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什么困难 然后怎么解决的 再加这些细节 但是应该是从最开始 那个一分钟的故事主线 把那个故事讲清楚了 然后再加细节 而不是说先去想 这个模型怎么建的 因为你自己工作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程序 你可能花了一个月做最困难的 那个你可能就想讲那个 但是在讲故事的时候 一定要先花一分钟 把一个故事的主线讲清楚 再去添加其他的细节 我觉得方法非常好 我说太好了 我也跟他们就是说了说 一模一样的话 而且我分时间分层都跟你一样 就是一分钟 然后五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你一分钟的话 就是相当于你写一个新闻报道 你就写一个headline 你要一下子就 catch住别人的这个attention 然后如果再给了你五分钟 那你就可以加一些框架在里面 因为五分钟也就能讲个框架 然后你要是再给你十五分钟 你就可以讲一些细节 但是你也要考虑说 你也只能讲一些 就是最最能够抓住别人注意力的东西 因为人的注意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非常统一你说的 这个一分钟五分钟 十分钟十五分钟 然后到半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时间分级 大家可以看到 KK是我们的老师 可以看见我们CAMP老师 是多么精进精进的在讲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 Jeky说这个对我很有启发 我觉得在我们接下来的春季班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讲故事这个框架 再强化一下 看怎么样做成一个作业 让大家去完成 这样子可能会对加找工作 更有进一步的版主 对 对 对 Fiona 你这边补充对吧 我就是想 听到那个Jacky的说法 我非常同意 但是 我没有向他总结的那么好 先用一分钟 然后五分钟 这样时间上的递进 但是我大概跟他采用的是类似的做法 就是对于那一分钟或者是前一分半钟 就是总归来说 上来先讲你的project要先一个比较简便的版本 我的做法一般就是用那个star原则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你讲事情按照一个situation task task action result 这样一个框架 来把它组织成大概一分钟到一分半钟的一个一段话 如果你想更简洁的话 可能action部分先不用特别的强调 主要是先一定要讲清楚是什么样的situation情况下 你做了什么 然后重点 渲染一下你的非常impressed的那个result 这样差不多开场就给人家扔出去一个非常 一听就个很明了的故事 你做了什么 然后收到什么结果 人家就会抓住他想问的那个点去展开 那么然后接下来你的回答就比较有地方是 而不是说自己在那边 假设别人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或者是一股脑的把自己想说的先分享出去 有的时候别人就觉得 你这些东西我也不想听 但是我打断你我也很不礼貌 然后这样子的话 后面的进程就会明显就会感觉到 有时候那个hire manager会非常的心不在焉 或者有点敷衍 所以就是先反正就是先讲一个比较精确 姐姐的版本 然后看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然后再把那个action的部分通过人家的兴趣 然后慢慢的再补充 他是要数据方面的 还是要人际关系方面的 然后你再慢慢的去补充 我觉得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做法 分享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有关注 对 我这边就是想想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像KK Jackie 还有这个Fiona这边讲的都非常好 对吧 但是你要怎么去做呢 我的建议是写下来 一定要写下来 这是我们 也是我们在camp同学找工作过程中 有些同学说 我大概明白了 我不用写 然后我现场去说 你现场去说的时候 你的用词 你的语气 还有你那个展开的方式 都是不可控的 特别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自己的那个交流 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说觉得不是呢 就是特别是你觉得还需要练习的话 一定一定要写下来 就是我也说过好几次 这边就是我也再分享一下 就是两个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我自己当年在转行的到后期的时候呢 我是特别谈offer那时候 我是每一句话都写下来的 而且什么地方该重音 什么该停动 我都标上的 而且演练好几次 然后再跟别人讲 但是后面谈offer 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每一句话可能都只挤好几千块钱 而且我们这边谈offer的话 也好几次 就是我有好几次 我自己个人 我自己也好 半别也好 都曾经把这offer 马上谈了20% 那这怎么做来的呢 这不是现场去说呢 来的 是能够说到来的 肯定是你要在线下的时候 你就要花大量时间去推整个过程 然后看你的这个 通过把你的这个东西 怎么一步步的讲出来 你的语气 你的重音 你的用词是非常之 非常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像刚才比奥娜说的 像有的同学一上来 就是说个没停 这个情况很不好 而且你说你又不好打乱它 我有一次就是 我有一次面试 面试的同学 特别能说 我总共就面试他45分钟 然后呢 我说 我说你能给我自我介绍一下吗 然后他就 他就滔滔不绝讲了20分钟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呀 我说这个已经讲了一半了 就说你看我在考虑什么 其实就是我 什么都来不及考他了 对吧 然后那基本上他就 他就 他其实讲了15分钟以后 我其实就已经把他挂掉了 我也不好打乱他 对吧 每次我想说点什么 然后他就继续说下去 想说点什么 他就继续说下去 然后就没法去进行 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其他嘉宾 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故事 我面试面试过几个转行的 从学校里面 怎么说做研究员呢 还有那个professor也是转行的 他们就有点oversale他们自己 你让他们介绍一下 他们的project 他把他那个45分钟的 这个section变成了他的一个presentation 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给面试官 其他的问问题的机会 基本上就挂了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可能是做学术报告做习惯了 然后上来可能还不适应这种 conversation这种类型 其实conversation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对吧 有来有回叫conversation 对